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三節的旅遊中 串話旅遊中 李奇哥 旅遊中 繼續《情迷古巴》 剛剛上一節旅遊中是否有些事想跟大家再說 寶寶菲 上一段說過海明威經常去寫《老人與海》 這本書的小村 郭希瑪 漁村 在漁村有一間小餐廳 到現在仍然是運作 這間小餐廳如果去郭希瑪 漁村 這間小餐廳不能不入 為什麼呢 當年海明威經常在這間餐廳喝杯咖啡 可能是幫助一杯咖啡 可能是叫做什麼 由早到晚 由早到晚 讓大家看看第25和26的圖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郭希瑪 小餘村 記得要來這間餐廳打卡 很容易找的 有得好 如果你只是進去打卡 你拍張照片不光顧 那些人都不會黑一黑面 當然我們進去當然要光顧一下 在那裏做個午飯午餐 你問我好不好吃 我可以回答大家 我就覺得不好吃 不過就是純打卡的心態 就是進去拍人照片 就像老鳳一樣不行 不是挺好意思 就是幫助一下 也不是貴 還有一件事 你在這裏開餐廳的時候 你在這裏幻想著 這個海明威就坐在隔壁桌寫稿 很有感覺 整件事就是感受一下 一些名人去過的地方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去古巴的時候 來個小餐村之餘 感受一下海風和冥想之外 就可以來這個餐廳感受一下 來到這一節 第三節的時候 我們又要說說另外一個 值得一提 對古巴很有影響力的 之前提及一個地方 叫做Santa Clara 就是捷古華拉的 他這個人的 或者是革命的聖地 就是這樣算 革命聖地 只是去Santa Clara 除了有捷古華拉的博物館 有一個大廣場 有它的雕像 整個氣氛 充滿著捷古華拉的影像 給大家看看 第27、28 這個就是捷古華拉 這個就是捷古華拉 再下去 長毛件衣服 整天看到它 其實捷古華拉這個頭像 已經是給了很多的設計 即現在的衣著設計 都已經用完了 時尚 對 再下去 這個就是銅像 那個位置 我們再近一點點看下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捷古華拉的銅像 就是捷古華拉的銅像 那是捷古華拉的銅像 還有剛才所說 在這個地方裏面 是有一個捷古華拉的博物館 我們給大家看看 第31張圖 這個其實是在銅像後面 下回去的那條路 就是它的博物館 那旅遊中 你去了這麼多次 古華拉有沒有真的進去這個 叫做革命博物館 這是它的革命史 但裏面不給拍照 不給拍照 不給拍照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這個火車卡究竟什麼事 也是在Santa Clara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叫做革命歷史的博物館 其實是一個地方 這一列就是一列火車 就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裏面 就是當年的士兵 那些床 那些用品 那些炮彈 就是用來塵設 但是這個列車有故事 就是當年自古華拉 他就是成功地 將這列列車 就是叫做什麼呢 炸毀 當時這列列車 就運了很多政府軍的彈藥 就是槍炮彈藥 因為自古華拉成功攔截了 炸爛了 所以政府軍就沒有補給 所以他們因此有機會 這樣就打開缺口 這樣就贏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對他們來說 意義非常之大 我們看看當時的炸毀列車 那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他是用堆土機 一直堆下去 堆到鐵軌爛了 那些車就要出軌 然後會撞 你所說的那些推土機 是否下一張照片 這些推土機 是第34張照片 就用這些推土機 就這樣搞定了車卡 這裏整個原地就是 當年革命歷史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照片 還有很多 這就是車卡裏 車卡裏 現在在陳設市兵的衣服 房間 機關槍 這裏是五元雞入場 五元是美金 五元 當地錢 但很過癮 你的頭顏顏顏顏顏 這樣進去 這樣 沒有人問你 你走一走之後 就有人問你 問你去看票 有沒有票 沒有票就補票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看 一些軍事的博物館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我也應該會去走一走 還有一件事 稍後 上大卡拉拉 這個地方不只看捷古華拉 這裡整個城鎮 是很古色古葡 很古朴 這種古朴 不像夏娃娜那些 融融爛爛爛 殘殘爛爛爛的 它這個就是古朴 是西班牙感覺的 古朴的村莊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哇 主要交通工具 這些是的士 在泰國乘坐馬車 現在是乘坐馬車 剛才看到我們前幾節說Havana 就是舊的廢鐵做的士 現在來到Santa Carla 就是要坐馬車做的士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圖 其實那些小巷看下去和Havana 有點類似 但會光鮮一點 光鮮一點 來到這個地方 為何突然會有美國國旗呢 這個地方未必有人去 或者未必有人去得到 這個地方叫關塔馬拉 美國住在古巴的監獄 高度戒備 專門找一些超級重犯 或者恐怖分子 例如IS 塔利班 速度都運到那裏 這個地方就是在整個 古巴的西南角 總之是最短短的那個位置 是屬於這個地方 屬於美國在古巴的 小小的一塊仔領土 一短底 一短點的熟土 美國佬和古巴不妥的 等於地間撕了眼睛 當是在北韓 在朝鮮 在朝鮮的領土裏面 有一塊仔是屬於美國的 一個概念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這個是遠遠地射下去的 關塔馬拉監獄 當年我們去到的 因為當年有個特權 就是去拍攝 走到山頂上面 在山頂拍攝 山頂上 這樣射下去 好 我們再拍一張 看一下 這裏都是監獄裏面 高度的 這些所謂的監獄 高度的重犯 好 我們看完監獄裏面 這一張照片 就已經去到另外一天 是值得一提的 古巴必備的一個 咖啡 雪茄廠 就一定要去參觀 有一段時間就不讓參觀 有一段時間是關閉不讓人參觀 現在有沒有開門 就要檢查一下才知道 去古巴買雪茄 這個是指定動作 去參觀雪茄廠的指定動作 挺有趣的 你會看到整個製作過程 整個工廠 人們藍藍藍藍藍藍的 大媽大叔在那裡捲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一直在製作雪茄的同時 他們自己都吃著雪茄 我們先回廠 我們說了這麼多 去古巴應該要 除了中雨洞 不建議大家去看之外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很值得大家去看 為何古巴的雪茄這麼出名 因為那裏種煙草 一個煙草是甘蔗 有名的 它的煙葉又香 但你說甘蔗有一種飲品 在古巴有一種飲品 又是和海明威很有關係 叫做Majito Majito 一人以你 Majito 死呀喝酒 沒有理由 沒試過香港也試過 Majito 跟甘蔗有甚麼關係 Majito其實我自己知道 用青檸 用薄荷葉 做的雞尾酒 你說和海明威有些關係 是否因為他以前很喜歡喝Majito 是呀 因為在夏灣娜 有一間酒店 有一間酒店也是打卡位 第十九張圖給大家看看 這間酒店 第十九張圖給大家看看 這間酒店 這間是餐廳 隔壁走過沒有多遠 就是那間酒店 他在那裏住過 現在那間酒店的房間 是被人參觀的 所以要付錢 是不是他的故居 第十八張圖給大家看看那張照片 是不是這個位置 這個不是 這個是海明威 這個是他自己的 自己住的 不是那間酒店 不是那間酒店 他只不過是在那間酒店那裏住過 而且他在那間酒店 最喜歡喝這酒 Majito 好 所以每個人去那裏打卡 然後上天台 特地買杯Majito 整杯Majito 應該是一元至兩元左右 我記得當地的 美金 一兩元美金 那也不是很貴 以前是一元而已 相對在香港買杯酒 那裏買杯酒便便宜很多 不過我又覺得 因為他很大量地做 在那裏打卡 我就覺得很貴肥 就是隨便 兩雞 喝吧 講到酒的話 其實古巴那裏 有沒有酒廠可以給大家 對 喝酒很有名的 喝酒是古巴很盛產的地方 一個是看雪茄廠 一個是去喝酒廠去參觀 參觀完後便是試飲 讓大家看看 第四十四張圖 嘩 多少款 Havana Club 這個就是當地的一個品牌 烤酒的品牌 在這個烤酒廠裏面有甚麼要看呢 先看看 哇 整個過程 有些古法的 即是古法養製 他簡直是做到好像博物館一樣 即是博物館一樣 即是一條棧道 一個過程 有介紹 當然是講英文 最後就是試飲 試飲之後就買 但他那邊說買酒貴不貴呢 不貴 整支買都不貴 不貴 因為我不喝酒 但肯定不貴 而且你買雪茄也是 雪茄是便宜的 即是Cohiba這些很有名的 那它又是 即是你跟香港比較便宜到樓 不過要記住一件事 你在古巴買的雪茄 你也要記住 你買多少 它也會賣給你 但是你一定要有收據 一定要有收據 否則你出境的時候 你沒有收據的 你就給他 要是沒收 要是給他叫家 職磅 他給你帶走 但是你帶出境的時候 雪茄就要跟身 手提 就不要記錯 你想著 走樓 放在行李那裏 你走不了 因為他過行李的時候 你射到你有雪茄的 他在機場那裏 他會叫名的 叫女人回去行李 一看到你是 譬如說你有 五百支雪茄在那裏 你沒有犯罪 只要你有收據 你沒有犯罪 你是合法帶出境的 但是你要被這個 拆了出來 你一定要給一個 正式的收條去看 因為有不少是假的 就是品質劣質的雪茄 在坊間 有人賣給你 我很便宜 那裏是買十元一支 當美金 我這裏是三元 三元一支 便宜了七元 我又便宜 因為你不懂得分 你不懂得吃的 你不懂得分 外表一樣很漂亮 這樣 好 但問題是你帶多少 只要你合法 有正式的收據 他給你帶出境 問題就是 你帶回來香港 香港不可以帶這麼多 只要一支 一支 還有你 在古巴出境的時候 你通通要原封 不可以開過 你吃過 只要一半 因為我知道 印象中 吃雪茄是可以剪掉的 你吃到一半 就不可以帶出關 在古巴不可以帶出境 不可以 如果帶出關 一定是完整整的 完整整的 你幾多盒都不要緊 他都給你出境 但一定要有收據 正式的收據 問題是當地入境 每個國家不同 香港不同 大陸不同 加拿大不同 你去完古巴 你過墨西哥 墨西哥又不同 你越七都很清楚 給你帶多少 明白 因為我有些朋友 想買很多 一便宜 我買二十多瓶 我都翻了半 但在香港的入境條例 雪茄應該只有一瓶 一瓶 一瓶 一瓶就沒辦法了 就算我肯爭意氣 我不買 我和你帶 我都是做多和你帶一瓶 你找多二十個朋友 有人和你帶一瓶 就二十瓶 如果去到古巴當地 都會想買一瓶瓶 當作是紀念品 買一瓶 買一瓶厲害的 當地已經是最貴的 回到香港是超級貴的 買一瓶拿彩的 有些好朋友 他是雪茄愛好者 一些很死黨的朋友 他剛剛生了一個男的兒子 就送一瓶雪茄給他 為什麼呢 為什麼男的兒子送一瓶雪茄 就是送一瓶條狀給他 啊啊啊啊啊 OK 男的兒子 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講古巴的一些美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還沒講 每次續集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跟大家再講成為古巴的part 2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見 OK 拜拜 拜拜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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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